今天台湾股市 果然創下波段新高的格局 來到9331 之前我就跟你講過 台股它不管怎麼整理 它最終的結果一定會往上走高 因為目前的融資育額在低檔 籌碼非常穩定 所以高支帶整理盤式 要怎麼佈局 怎麼操作 我們跟你講過一個重點 擊殺找買點 禮拜那個大盤盤中擊殺了90點 是一個很好的介入點 從高點下來12345 五天就要轉折 轉折到了要敢跟我進場買股票 禮拜不是讓你賣股票 我有沒有跟你叮嚀得很清楚 結果連續漲了三天 來到波段新高 非常漂亮的 強勢整理架構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一句話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方向如果看對了 策略又對 賺錢真的不難 禮拜一 你只要跟我買勵志就好了 扎扎實實賺10% 四個交易日 我不會跟你空口說白話說 我每天可以幫會員創造10%利潤 這種事情我講不出來 因為我做不夠 我們給你的股票的一個操作建議 當然是會能持股 怎麼帶會能電視上要怎麼陳述 這才符合我的一個誠信實在的坚持跟原則 所以這一檔立志的一個架構 兩趟的利潤 為什麼可以超過三成 憑真功夫 憑我選股的一個方向 憑我進場點的一個位置 抓得很精準 10月4號 立志8月10說新高 連成量力42% 強勢新基油股沒有錯吧 三角形收斂型態突破 現買現供漲停 10月4號立志 我就買在23.6 這時間教會都跟你對過了 當天23.6買完之後 有沒有供漲停 當天可以賺4%到5% 接下來10月5號 盤中漲了8.4% 上衝下襲你想不想賣 因為當天出現了一根上引線的K線 如果單純就K線理論 那是一個賣出訊號 很多人會想減碼 我告訴你看到當天的7000多張的成交量 一量先價型概念還有高點不用減碼 所以操作股票你不能只憑一根K線 來決定它的一個漲跌 這樣太簡單了 太籠統了 你容易固此失筆 你必須要面面俱到 所以K線要配合量價結構 你才會得到一個完美的操作效果 所以整個例子 10月5號告訴你不用減碼 所以當它上去之後回檔 來到缺口又止跌 24塊半當然可以上車 因為止跌訊號很明確 我們對一檔股票的分析 講究的是一個連貫性 如果你參加任何一位老師 對 你成為他的會員 你會不會希望他的股票 你們的股票 你們老師每天在電視上幫你追蹤他的後事 不管他會漲還是會跌 這是一位分析師應該盡到的一個責任 所以整個例子在10月11號 當他來到缺口 我告訴你止跌 24塊半當然又是一個上車點 接下來隔天就開始紅K棒了 強制多方不變 所以接下來是不是大漲 來到波段新高 所以26%的利潤 就是從頭買進到10月10號 做一個拔檔動作 當天的例子賣在27.527.6附近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是賣得很精彩 一個多禮拜 利潤超過兩成 怎麼買的怎麼賣的 訊取全部跟你帶到 所以整個例子的操作 當然你會看到 11月13號這邊也是一根上影線 那這邊又是一根上影線 那為什麼之前這一根不用賣 那11月13號這一根要賣 跟什麼有關係 我剛才有講過 跟量價有關係 跟量價有關係 所以整個 技術分析領域當中 我跟你講過 量價多空判讀 是技術分析的核心 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懂 因為整個一個量價 它可以跟K線配合 也可以跟技術指標相結合 形態學趨勢波浪理論 葛蘭幣八大法則等等 都要跟量價做一個搭配 你對一檔股票的一個走勢 才會充分了解 到底它明天會漲還是會跌 那你就可以 進而定出你一個策略 所以這次的一個 技術班的一個內容 所要傳達給你的技術分析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你一定要聽 因為很多東西 我電視上不會講 我會把我 我將近20年的一個操盤心法 整個個人獨門絕招 在當天的技術班課程 全部的傳授給你 你學會了 你會覺得 我給你的東西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啊 所以 為什麼 立志 這一根K線 上一線 要賣 前面這一根不用賣 跟量價有關係 跟量價有關係 那量價當然也可以跟形態來配合 比如說 這一個股票的走勢 到底它是一個M頭 還是未來會成為一個WD 有沒有 你可以看出一個端倪嗎 在這個關鍵性的位置 也就是說當它還沒有走出 接下來一個走勢 是往上還是往下同時 這叫一個關鍵性的轉折啊 那這個關鍵性的轉折 到底它會形成一個WD往上呢 還是會形成一個M頭 往下做修正 跟底下的量價 呈現的一個內容 是有絕對的關係啊 在技術班課程裡面 我一定跟你分析的很透征 我一定讓你學會 一記在手受用無求 真的非常好用 只是說你要花一天的時間來跟我搭配 那我當然也希望你先預約報名 把我的一個超盤心法這本書 先帶回去嘛 還有DVD的教學光碟先帶回去看 看完之後再來上課 你馬上容易上手啊 所以整個例子 第一趟的操作 10月13號27.6賣嘛 當高點賣完之後 隔天禮拜我開始做修正 到這禮拜修正了三天啊 立志的後世你怎麼解讀 當年台股是跌了90點喔 來到波段低點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對一檔股票的分析 什麼是講在前面讓你印證在後面 我有沒有看到未來 立志禮拜跌下來了 連跌了兩天 從高點下來第三天的轉折嗎 我有沒有告訴你明天會漲 就禮拜二會漲啊 但禮拜一個立志是跌的啊 那既然知道 立志禮拜會漲 那禮拜一的一個回檔修正 要不要做卡位 27.6我有賣 我知道立志會漲 禮拜我做接回的動作 很合理啊 12.33分的立志 回檔三天收腳指跌嘛 25.8賦近買回 當作價位25.7啊 你是一對十對家 從容不破的低階 因為當天大盤指數 來到本波段的低跌嘛 10月17號禮拜一啊 12.345大盤整理五天出現轉折買點 我選的股票會比大盤強勢 他整理三天就出現轉折買點嘛 所以禮拜的立志當然跟我卡位啊 25.8買回 結果隔天禮拜二真的漲了 而且還漲停板啊 禮拜平買以下你沒跟我買的 禮拜二你怎麼買 你可能買不下手 是不是 所以怎麼賺到一根紮實的漲停板 在一檔股票 還沒有真的亮燈以前 會先帶你買進卡位的分析師 那才是真正的一個 有專業的一個分析師嘛 所以整個立志 第一趟有沒有超過兩成 第二趟這樣有沒有10% 兩趟啊 兩個禮拜時間三成的利潤 這盤難道真的那麼難操作嗎 不要因為大盤指數的一個成績量不太大 你就認為這個盤沒什麼搞頭 怎麼會沒什麼搞頭 兩個禮拜的立志的一個時間 我們創造了三成的利潤 而且我說過 這是我們普通會員的持股 不是特別會員 也不是尊榮會員 普通會員的一個人數最多嘛 去探討一下 我為什麼幫他們創造三成的利潤 兩個禮拜的時間啊 做兩趟啊 所以禮拜的立志工漲停嘛 那昨天立志創新高之後 稍微壓回嘛 今天在平板附近震盪 那我對立志的看法是 這幾天是一個高姿態強勢整理架構 那強勢整理的個股 如果你跟我買在低檔 非常的OK啊 包括這裡81嘛 買在這個低檔 上去這樣有沒有扎扎實 賺10% 買在低檔 高檔整理 你不會被洗出場嘛 你也不會擔心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個操作 相當的務實 把第四季 業績成長性的幾乎股 帶在身邊 我給你佈局的位置 相當安全可靠 包括這一檔浦峰嘛 傳產股的啊 食品股啊 上禮拜五浦峰 41買啊 對今年的獲利鐵定比去年成長的浦峰啊 上禮拜五的一個位置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嘛 你看看它的基本面有摘啊 去年整年度賺2.57 今年前半年就賺了2.03嘛 所以獲利鐵定成長啊 上個禮拜五 10月14號臉書社團 對於浦峰 接下來進入第四季的旺季 也做了詳細的分析嘛 所以浦峰上禮拜五買在41 這禮拜一大盤雖然盤中跌了90點 它大漲了8.3% 41買的 禮拜一已經漲到44.6啊 當天出現1萬張的星天亮 親愛的同庙 看到星天亮 下一句你應該會了吧 如果還不會 技術班邀請你來上課 我會把個人的獨門絕招 將近20年操盤經驗 開城不公傳授給你 畢竟我總要留些 留下一些專業的東西 留給支持我的觀眾跟會員嘛 所以 出現星天亮當然還有高點啊 昨天有沒有漲到47塊錢 1234 四個交易的20% 真的不好賺 我選的股票量大好進出啊 浦峰將近1萬張的成交量耶 今天浦峰我在 9.49分告訴我們會員 46.7附近賣出 因為我把資金 準備加碼另外一檔個股 當時候9.50分那個浦峰 交易在46.75嘛 所以對價46.7一定賣得掉 我今天做了把檔動作啊 尾盤小跌而已啦 那其實浦峰我認為啦 他也沒有完全說會走弱啦 只是說我今天 賺了將近20%之後 46.7賣出 是為了要加碼另外一檔個股啊 這是我對會員資金的運用嘛 因為我說過 我每一個等級的會員持股 大概兩三檔左右 每天做股票兩三個就夠了 如果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都帶你買而已 買不停啊 每天社會標啊 如果你持股是超過五檔四檔的 我認為都不及格啊 因為代表你很多當股票 是套著不處理嘛 一直想買新的嘛 越買越多啊 你股票如果這麼多了 你要怎麼處理 你沒辦法照顧啊 所以我們是因為要買進 加碼另外檔個股 所以今天的浦峰呢 做調節動作 是6.7賣啊 賺了將近20%嘛 資金要加碼這一檔 要加碼這一檔 希望這一檔 你可以好好的跟上來 好不好 勵志賺了三成 普攻賺了兩成耶 紅盤上一次有沒有賺 紅盤上次兩次的賣點 兩次的賣點我都給你帶到喔 11月6號 171有停歷賣出嘛 是不是 那賣完之後 其他還有衝高 那衝高之後回檔下來 看到整理8天了 他的基本面有改變嗎 之前8元元收今年度的新高 成長32% 現在看到的一個紅盤呢 9元元收繼續走高 而且成長45%嘛 所以一檔個股如果他的基本面 依然是往上成長的 那他的量價籌碼型態 是多往所掌控的 該進場 我會帶你進場的 好好把握 第四季每年度 最好賺一個季度的行情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大約 如果這邊有一個照片 電視符一樣 對 那本來的 看你這麼年輕 怎麼就氣喘兮兮兮的 爺爺你怎麼都不會喘 除了運動 我也定期做體事能檢測 體事能檢測 你看 全國各縣市 都設有體適能檢測站 提供民眾檢測 項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項檢測 還有銀法族專屬檢測項目喔 這裡的教練親切又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登輯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集合會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這個不打入匯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打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登輯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台湾股市今天雖然創下波段新高 但是我認為它還是一個高姿態的整理盤 沒有辦法 因為台股現在的均量大概都七八百億嘛 那這種量的你說台股要直接挑戰萬典 可能性不大嘛 所以記住一個原則 大盤只要急殺 跟我佈局強勢性的肌股 你會得到可觀的利潤 就如同這禮拜一嘛 台股回檔了五天啊 當天盤中急殺了90點嘛 五天叫轉折 收腳指跌的訊號又出來 當然是一個很好介入十七點嘛 禮拜 你跟我買立志 賺10% 禮拜 你跟我買 5274的信滑 大概有四十五十塊錢的空間啦 對這檔信滑 我已經分析了一陣子嘛 我什麼時候開始買的 這個位置 8月18號 當它形態突破的時候 好不好 形態突破 跟量價的配合 為什麼8月18號可以買信滑 這到時候我在技術班 也會跟你做詳細的一個交代 我會交給你 你放心啦 你就知道為什麼8月18號的信滑 我要買 買在338 7月營收年成長率高到18%嘛 所以8月18號 信滑買在338 結果漲到多少 491 漲了150塊錢啦 這是不是大利潤 我選的股票 為什麼常常會產生波段式的走勢 你之前看到的 翔碩不是漲一倍嗎 對不對 你之前看到的 智勤不是大波段的上去嗎 神機也是如此啊 不是這樣 所以這一檔信滑 當然也是其中的一檔 強勢性的個股啊 8月18號 338買 當天臉書社團 對信滑的基本面有追蹤有交代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 你看到信滑的一個業績有沒有繼續成長 我8月份在買的時候只公佈到7月營收 那現在呢 8 9月營收繼續走高 每月營收跟去年比較 是不是成長兩位數字 既然業績依然往上增溫嘛 那這禮拜一呢 大盤是不是急殺 9點47分0信滑 母子轉折訊號 空手者在420附近買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420 你去對時對價 禮拜一的信滑 利用大盤盤 用急殺90點做卡位 大盤急跌 跟我買強勢性的機油股 我講了好久的策略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進去 10月17號禮拜一嘛 買在420當天收427 10月17號 當天大盤是不是急殺 當天大盤是不是出現5天轉折買點 我都跟你做了很務實的闡述跟分析 以及操作策略提供 就怕你沒有跟啊 禮拜一的信滑 我在臉書社團 依然繼續追蹤信滑的後世 10月17號 看好持續追蹤 有低點帶你買 所以如果你之前338沒有買的沒有關係 我已經講過了 信滑他一定還會再走高嗎 他一定還有高點嘛 338買的你是大波段 賺了100多塊錢嘛 那這裡81呢 你跟我買在420呢 到今天為止呢 最高471耶 收盤460啊 4天40塊錢 我不用用最高點跟你算啦 對有人會說最低點404嘛 禮拜最低404嘛 那今天最高是多少 今天最高471啊 哦這樣賺67塊的 沒有啦 我就買在 420嘛 那今天收盤多少 460嘛 賺40塊 我呈現的是真實的績效 而不是誇大不實的績效 因為會員也在看我的節目 在跟我對時對加 不可以亂說 我們動作很扎實 我們提供給你個股 黨黨都是強棒 其實這場信滑 是我在7月31號 投資講座送給 現場來賓的鑽石股啊 信滑啊 7月31號啊 幾乎是本波段的最低點啊 你聽完講座這邊買了 是不是大波段 北中南的觀眾幫我做見證 是不是鑽石股 如果不是鑽石股 怎麼可能產生100多塊錢的 空間的利潤出來 這禮拜四天我們賺了40塊錢 他高低點67塊錢啊 你認為我的操作 符不符合你未來期待值 第四季行情 是每年度最好賺的一個季度 我誠摯的邀請你趕快跟上來 不要再等啊 再等下去 到時候有好人買點 你有措施了 你還要醉心肝啊 是不是 昨天 志勤我秤力多先拔黨一遍 這是尊榮會員的核心持股 我對志勤的操作 那種手法 穩不穩 老同學應該很清楚啊 每次的操作都很順利啊 9月19號 志勤246挺力賣出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嘛 那把它還原全值啊 等於賣在297啊 我們是216買了 參加他的除全席嘛 那297賣掉 這樣有81塊錢的利潤啊 9月19號賣246 賣完之後 短線他還有衝高 接下來他擊殺 來到10月14號的223啊 我說把握低階的機會 誰會在一檔股票回檔擊殺過程當中 急疊會反漲 急疊會反漲 我對志勤的操作 是如何的順利 忠實的觀眾你有目共睹嗎 你想把握低階機會的 自己好好的 跟緊一點 你想把握 每一次自行低階機會的 我說 跟緊一點 跟上來 千萬同妙 我是在他回檔四天耶 上禮拜五耶 當天最低223耶 我講完之後大概你還有 兩三天時間可以佈局啊 你繼續看一下嘛 10月14號告訴你的 把握低階機會嘛 是不是兩三天的時間可以買 我當天就買了啊 對 接下來我都要告訴你 空手指還是可以買啊 因為在低檔啊 你跟我賣在246的 10月14號 如果我告訴你 已經來到9月1號缺口的位置 26接回你敢不敢接 9月1號缺口你加啊 打到缺口叫支撐 把握低階 11點18分 226接回志勤 當作交位225啊 逢低乘接啊 逢低買啊 26接回 接回之後 昨天你有沒有看到利多 我 智勤的疑障癌新藥 藥證到手啊 這利多不是新消息 我之前在跟你分析 智勤的一個新藥 我就跟你講過啦 歐洲藥證進入倒數計時 結果昨天禮拜三藥證到手嘛 合理的結果啊 所以利多消息出來 我昨天禮拜三 告訴你智勤 239附近先賣一趟 大概可以賣在240啊 這樣也有14塊錢的利潤 也是不錯啊 至少我們做了低進高出的動作 而不是看到利多去追高嘛 所以昨天智勤240賣掉之後 股價剩23億啊 你如果昨天去追240的 你短線是不是又痛了 短線又追高了 是不是 所以整個智勤的架構 今天打到223啊 你昨天自己去追的 你是不是想殺低 那我昨天有賣的 我可以給你一個承諾 至勤我會接回啦 那今天接回呢 還是明天呢 還是下禮拜呢 不要去用猜的 跟著盤中訊息一起來動作 幫你保平安啊 又可以得到穩定的財富啊 是不是 那昨天 今天介紹兩檔機優性的個股 這兩檔股票 它今年度的美運收 跟去年比較多大幅度成長 多低檔三天轉折向上啊 很漂亮的 機優性個股的一個轉折 買點浮現啊 那這兩檔股票 今天表現都不錯 多上漲的 其中一檔 支撐越墊越高耶 所以未來空間相當大啦 另外一檔個股呢 今天一樣漲 那這檔股票之前經過一個 假利空的洗禮 它的基本面其實沒有走空 一檔股票如果經過 假利空的洗禮 接下來它的走勢 有時候會非常的強勢 所以對於接下來 我們佈局的第一次季 業績強勢性的個股 我希望同朋友 一起共同來掌握 一起共同來佈局啦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包括你想直接加入我們 會員行列的 或是來參加技術班的 歡迎你跟我們現場主理 做個聯繫跟洽談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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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